選戰倒數計時藍綠陣營也在積極的催票 來看到國民黨的選戰策略是什麼呢 前面看到最近國民黨是平平辦聯合造勢大會 因為他們對今年的選情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為了要對抗民進黨的抗中保台牌 他們喊出了抗綠保台 什麼叫做抗綠保台牌呢 國民黨人士就透露說 其實民進黨打所謂的抗中保台 已經打了六年根本就失靈了 沒有用了 人民現在只曾好好過日子 所以對抗中保台根本是無感的 所以這就會成為抗綠保台的能量 但是民進黨其實他們還是認為 抗中保台是有一定效果的 所以看到總統他常常在每一場的致詞當中 都會提到說 這一票非常的關鍵 這一票全世界都在看 選前之夜民進黨又要怎麼打呢 其實他們現在還是把桃園跟台北 當成選前造勢的重點 所以他們也會把握時間來狂掃這 所謂的激戰區 要來力拚舞舞波有翻轉的可能性 而且賴清德和蘇貞昌呢 在選前之夜那一天呢 也會加緊瑪莉亞抽廟一路從台中掃到台北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